低空经济东风以来 畅游天空不是梦想 其实飞行就像开车一样 那它变成了非常简单的一个生活方式 我们把它从遥不可及变成可以是触碰 从空域管理到核心零部件打造 低空经济如何才能全链条起飞 中国无人机发展到现在 其实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成熟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各位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姚雪松 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低空经济 如今观光旅游打飞滴 无人机送快递 飞机下舔干活 已经不再是新鲜事了 新的应用场景和各式各样的飞行器层出不穷 我国已经将低空经济正式纳入战略性新型产业的范畴 在市场和政策的双驱动下 各地都在怎样围绕着低空经济大作文章呢 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9月上旬 位于北京平谷的这家航校 飞行学员裴文浩 正在进行起飞前检查 这也是他在考取私用飞行执照多发等级前的最后一次考前训练 对于热爱飞行的人而言 翱翔蓝天是他们的梦想 自2019年开始 裴文浩已经累计飞行了250小时 先后取得了运动类飞行执照 意味着他可以独立驾驶 起飞重量小于5.7吨的单发固定翼飞机 并担任机长 我从08年到09年的时候 就已经产生了浓厚兴趣 想去说真的自己去独立学习飞行 但那个时间段 基本上我们国内的飞行都属于航校 然后对于私人飞行的这个门槛和空间呢 都比较高 变化来自2018年 由民航局和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 运动类飞行执照新贵 年满16周岁 飞行时长达到30个小时 便可申请运动类执照 可以驾驶最大起飞重量 1.2吨以内的1至4座固定翼飞机 并且实飞由教员考核 代替民航局考试 新规出台大大降低了门槛 每年运动飞行执照申请的学员递增 超过50% 中国也一跃成为 全球飞行执照管理改革的领先国家 让普通人有一个够得着的机会 和够得着的可能 其实飞行就像开车一样 那它变成了非常简单的一个生活方式 我们把它从遥不可及变成可以触碰 固定翼飞机飞行执照 由高到低包含航线运输执照 多人去机组执照 商用执照 私用执照 运动执照 及学员执照 这种就是运动类的飞机 这款是泰克南的P92 正常情况下 90%以上的人吧 差不多在飞到20到25小时的时候 就可以实现自己独立的单飞了 目前一本运动类飞行执照的培训和考试费用 平均在8至10万元 和之前动辄三四十万的价格相比 降低不少 而这家航校 每年培训学员的飞行时间 超过3000个小时 意味着可以交出近百名飞行员 我是保安网乖乖58的机长 严文辉 我携手我的团队 在2018年的夏天 干了一件通航圈内 被认为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事 严文辉 国内知名驾校创始人 同时也是这家航校主要经营者 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还中国飞行第一人 2018年 严文辉带领团队 从河北鸾城机场起飞 历时50天 飞行超过2万公里 完成了首例私人驾驶飞机 还飞中国的壮举 跟一些专业的人士聊 他说飞全国 可能比飞全球还要难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因为咱们国家的空域管制 没法跟国外比 你要飞全球 可能除了语言不通 飞全球的话 哪都能通 但是飞全国 你除了语言都通 但是可能别的都不通 我不相信 我倒瞧瞧能不能飞 飞起来到底有多困难 飞完了以后 业内的人都不敢相信 说50天的时间 把35站全飞完了 而伴随着我国 低空空域的不断放开 有些试点改革省份 甚至可以做到提前一小时 申报飞行计划 做到想飞就飞 这意味着 私人飞行员们 不仅可以飞起来 也可以飞出去 我学的时候 16年学的时候 说报一个转场计划 真的很难 特别特别难 提前三天 报完了以后 第三天来了 往那一坐 等着 等着批复这个计划 没有批 如果没有批复的话 老老师又回去了 那现在基本上 报了 报备了 按时 报备了 只要天气允许 没有重大的空域活动 那就按时起飞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阵地 如今 自驾游不再局限于汽车 拿到通航驾照 你就可以自驾飞机出游 今年夏天 裴文浩就带着家人一起 从北京出发 飞到山东 河北内蒙 多个省份 空中自驾 给自己和家人 留下了一份 不同以往的旅行体验 低空景气 不仅仅包含 有人驾驶的通用航空飞机 无人机 也远不止我们日常接触到的航拍 那么简单 在北京 多用途的无人机产业 正在悄然兴起 此时就在延庆 工程师们正在针对一架 刚刚生产出来的 细流无人机 做出厂前的最后测试 它将挂在29公斤重量 飞行至300亿高度 长时间盘旋在半空中 消到我们熟悉 需要做一个功能性测试 和大载重的一个测试 这个飞机需要做 至少五个小时的飞行 包括低空 我们要大载重飞行两个小时 高空飞行两个小时 再加上一个小时的挂载荷 测一些载荷的测试 细流无人机 通过一根光电线缆 与地面人机 在空中停留时 可以搭配挂载 信号基站摄像头等设备 既能定点监控 通信中绩 还能应急救援 高空作业 因为有细流缆在 所以这个无人机 可以从地面得到电力供应 可以与地面通信 所以它跟一般的无人机比 它有个最大的优势 就是可以不限时间的续航 在通信领域 信号一旦遇到遮挡 强度将大大减弱 气流无人机 可以挂载通信基站 长时间停留在300米高空 信号覆盖范围可达 二三十公里 就在今年8月18日至20日间 辽宁省葫芦岛地区 出现特大暴雨灾害 部分地区的信号及公路 一度被切断 一时间灾情严重 当地应急管理部门 紧急出动细流无人机 连夜恢复了灾区的通信信号 我们派出了四名飞手 前往重灾区 我们要连夜打通他们的通信 然后保证前方的指挥指令 可以到位 同时我们的通信 还可以再往前延展到大山里边的重灾区 能够形成救援的指令的畅通 然后所有的通信保障 能够第一时间恢复 眼下这款溪流无人机 接到了全国多个地区的采购订单 生产异常忙碌 这边有个特别大的好处 就是我们生产测试 飞机生产出来 下了生产线 可以立即到厂房内和厂房外 同时能测试 而且这空域都是可以随时申请的 延庆最大的优势就是推门就飞 多家无人机企业选择落户延庆区 看重的就是当地提供的方圆374平方公里 进空高度1000米的良好空域条件 此时延庆的另一家企业 也在进行紧张忙碌的装配 一批复合一无人机 很快就要交付到客户手中 这款飞机主要应用在三段场景下 或者是高原航空应急救援下的 一个灾区侦测应急救援 还有这个三维态势感知 比如说我们某个地区发生这种洪水灾害了 然后我们这个飞机可以携载 我们这种光业造调舱 在灾区上面盘旋 然后可以把灾区的画面 实时呈现给我们的后方指挥部 然后帮助我们指挥部做一些救援决策 今年上半年这家企业获得了51架 应急救援无人机的采购订单 企业的研发设计在北京市内 生产地址选择在延庆 这里的常态化空域 方便企业随时开展试飞 生产的试飞 研发的试飞 掩饰的 包括收获完了的试飞 所有的在一起 每天空气从小时八点半到晚上 晚上六点半也不停地休息 2020年北京市延庆区 获得了全国首批 也是目前北京唯一一个国家民航局 颁发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示范区 依托北京的研发能力 以及当地的试飞条件 延庆无人机产业园 迅速聚集了包括无人机 整机制造 三电研发 无人机检测等 上中下游102家企业入驻 首先无人机飞起来 要首先能保证 飞起来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能管得住 所以现在我们延庆区 发展低空经济 以低空安全为首要条件 所以目前我们规划的一些 低空航路网 低空支联网 等这些低空经济配套的 地区设施 也是围绕着这个 让无人机飞起来 首先能管得住 这个目标来发展低空经济 目前 延庆无人机产业园 正在打造基于5GA技术的 通感一体化平台 类似于雷达的原理 基站可以对无人机飞鸟等 低空飞行目标 进行侦测识别 目前正在数据学习 与逐步完善之中 小道航拍摄影 农业质保 大道物流配送 基础设施巡检 应急救援 无人机的新应用场景 层出不穷 这里是湖北武汉的东湖高信区 一种参与城市综合治理的 共享无人机即将投入使用 这个无人机的话 它的续航能力 能够达到50分钟左右 这块的话 我们在执行完一次任务之后 它能够回到我们的机库 进行一个快速充电 然后在充电完之后 能够立马进行 下一次的任务 我们整个操作的话 都是无人化之手 随着球形机库缓缓打开 无人机快速升空 开始自动巡飞 它搭载的四光云台 可以对渣土车 火点及烟雾 战道经营 河道漂浮物 违规建筑进行精准识别 并且可以迅速到达现场 处理一系列突发事件 通过数据中心的大屏幕 我们可以看到 东湖高信区 共规划了128个机库 配有186架无人机 全区任意区突发紧急事件 无人机5分钟即可到场 这个是我们这个无人机 正在执行 它的日常的一个巡飞工作 在我们这个东湖高新区 东边的这个长领山区域 进行这个森林防火的 这一个巡检 这两个画面 左边是这个 开了这个红外摄像头的 这一个画面 右边是一个实时的 比如这边要有这个起火点 这边这个画面里面 就会出现这种高亮的 这种图块 我们就可以迅速地找准这个位置 下午5点 位于东湖高新区交通大队顶层的一架无人机 自动开始巡飞任务 目的地高新四路至三环线高架桥 譬如说有些高架 这些发生了交面紧急 或者交通事件 需要我们上去处置的时候 人上去是要顺着倒走 无人机可以直接快速到达 今年年初 武汉出现了两场冻雨天气 高架桥面结冰 导致大面积拥堵 交警也一时难以到达现场处置 此时 无人机的空中优势立刻显现 这个无人机它能够通过高架通过红外 能发现哪个地方的温度低 发现哪个地方能够结冰 这个在我们今年的应用上 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特别是发现了以后 能够提前做引导 通过喊话 通过将车辆进行分流 这个在今年的动雨上 我们是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之所以被称为共享无人机 意味着一次飞行任务 可以为消防 交通 环境 城管 城建等 很多个业务部门带回数据 依托算法自动分析 实现无人机数据资源的共享 避免重复建设和浪费 对同一块区域去结合各个部门的 它的这个业务需求 然后我们去制定一条 这个共用的一条航线 这个无人机把这个航线飞下来 将各个部门它需要的这种信息 都给抓取回来 这些数据信息成果 它是同时推送给对应的部门 作为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研发制造基地 以及全国最大的光器件研发生产基地 中小尺寸显示面板产业基地 和重要的激光产业基地 武汉聚集了1.6万家光电子信息企业 产业集群规模突破5000亿元 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和上下游配套体系 这一优势正逐渐和无人机企业互为成就 以光电芯片 传感 AI 算力等方面 那么武汉在全国的这些同类城市当中 是毫不逊色 甚至在很多领域是非常领先的 所以我们就充分发挥自己的产业创新优势 我们跟很多城市比的不是无人机的制造 也不是比的电池等元器件的制造 我们比的是整个生态的创新能力 和数据的应用能力 在这个数字治理 就是大城市治理这个领域 来展开长期应用 随着低空经济成为国家战略新兴产业 不只是在北京和武汉 四川成都 凭借其在航空科技智能制造等方面的优势 正逐步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者 这里是成都彭州市的无人机是非基地 被誉为天空之野 每天都有数架各式各样的无人机 在这里是非 我们从19年就开始着手布局 然后抢占了我们的这个赛道 在彭州的这个瓷封 我们开始布局我们的整一个基地的修建 2022年 彭州基地获批西南首个国家级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 目前共建设了八个是非场地 十四大测试场景 分布在不同区域和高度 可以同时供上百架次无人机起架 也因此成为无人机新技术新产品的孵化摇篮 目前已经有九十多家企业入住这里 每天试飞的无人机超过一百架次 郑文强和他的团队是最早入住彭州天空之眼的企业 五年时间他带着团队已经在这里完成近一万架次无人机试飞 我们的业务数据量是非常大的 我们每天都会进行十到二十个架次的一个飞行 基本上要涵盖我们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 一个整个的一个空域的一个时间 消费级无人机看深圳 工业级无人机看成都 从研发到生产再到试飞 成都正在形成完整的工业级无人机产业链 这是位于成都天府新区的彭飞科技园 这里生产的工业无人机广泛应用于农业质保 环境监测应急救援等领域 那现在基本上国网或蓝网 所有的这个省公司都成立了集训中心 然后这个无人机的巡检占所有的巡检之中的99% 那么从电网巡检的这一个案例中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无人机是完完全全的改变了一个电力的巡检的 这个一个工作模式 在装配车间里 正在装配一批即将发货的无人机订单 这些无人机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需求 搭载不同载荷 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飞机里面 它搭载的是一个激光雷达 它主要是做一些个测绘 包括一些个巡检的任务的 然后我手上的这一台的话 我们是一个光电吊舱 把它进行一个设备的进行复换以后 它可以应用不同的一个场景当中去进行工作 目前这家企业正专注于长续航无人机的研发 它们刚刚研发的新款无人机续航 已经能够达到12小时 从机身到飞控它们全部自研 而其他相关部件基本都可以在成都本地采购到 这是航空测绘相机被称为无人机的眼睛 它不同于一般的航拍镜头 无人机要想实现地形测绘 环境监测城市规划都离不开这双眼睛 成都这家航空测绘相机企业就坐落在无人机工厂附近 比如说我们公司的研发人员在整个的公司的人数的占比 可能高达了百分之六七十 这个你可能很难想象 那么我们常规的研发的资金的投入 基本上也达到了百分之三四十 那么作为一个科技型的企业来讲 这个投入或者叫人才储备其实是非常的巨大的 2012年还在学校读书的长永和同学一起创业做无人机 他们发现三维航测是国内的空白点 于是2015年专注于研发航空测绘相机 这款五镜头测绘相机拍摄的高像素程式画面 经过软件处理后可以迅速生成三维地图 如今他们在航空测绘相机领域的市场份额 已经占到了百分之七十 整个低空经济的产业链 其实载贺环节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中国无人机发展到现在 其实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成熟 但实际上整个产业链产生真正的更高的附加值的环节 当然一定都是在整个后期的数据价值的挖掘和应用 那么数据价值的挖掘和应用都产生于载贺 无论是展翅飞翔的工业无人机 还是灵活小巧的消费级无人机 上面精密的机械零件也至关重要 成都的这家航空设备制造公司就专注于生产无人机的精密航空零部件 我们在无人机整个产业链里就属于是中油企业 无人机上面有很多的这种零部件 它需要设计 需要加工 那么这个是我们做的其中一个板块 还有一个板块我们是做无人机的装配技术组装工作 这其实是一个拥有30年航空精密零件制造的团队 2018年因为看好成都低空经济产业的前景 他们新开辟了无人机精密零件板块 但与传统航空产业不同 无人机技术迭代非常快 型号各异 为此他们要给每个公司的无人机零部件做私人定制 其实无人机上面的话有很多的这些零件 比如说这个螺钉 螺帽 锚钉 各种连接器 还有这个各种的金属部件 它们之间的话有很多的这个关系 比如说一颗螺钉 它能够承载多大的力 需要多大的扭力去把它拧紧 都是我们事前要必须做好的一些工作 长都原本就拥有健全的传统航空产业链 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产业均是万亿级规模 为低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很多这个上游的这个企业已经入住成都了 我们下游的话 我们也需要很多的企业给我们做配套 和我们长期配套的包括我们有一些做环境试验 高低温 气密 振动试验 都能够在成都的这个范围里头得到有效的解决 目前 成都已聚集了110余家无人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形成了包括原材料 基础零部件 及系统整机制造和运营服务的全产业链图谱 无人机从10千克到吨位级全覆盖 包括我们的民航飞行学院 包括我们的民航二所 整个的我们的产业链 产业生态特别特别好 这个是在其他城市是不可比喻你的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成都 包括我们的这个在崇州 在彭州 在天府新区 然后我们做低空经济的一些试点 这也是做得非常好 地方政府对低空经济的支持和认可也比较好 从无人机是非基地到研发制造 再到零部件供应 每一个环节都紧密相连 共同推动成都低空经济产业快速前进 让成都在低空经济领域全链条齐飞 近年来中国低空经济在整机研发与制造 市行与监管 市场与投资等多个方面 取得了显著进展 民用无人机已经成为低空经济发展的主力机型 2023年产业规模达到了1174.3亿元 同比增长了32% 工业级无人机在应急保障 巡检 农林质保等领域的应用不断加深 但是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也看到 尽管前景广阔 却仍然有不少读点需要打通 我们希望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低空空域管理体制不断破题 解难点输读点 让低空经济振翅高飞 飞出新途 好 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